云林人早餐喜欢吃菜桃柜,台中人就爱吃炒面。 吃的时候要淋上辣椒酱,还要搭配一碗猪血汤。 同版价格就能享用诚意满满的台式早点。 有一家传统面店,从天亮店门口的人潮车潮就没有停过。 经营的是一对二十几岁的姐妹花。 刚开始有客人看到老板娘是小女生, 骗钱的,不付钱的,曾经让姐妹俩相当沮丧。 但是端出幸福早餐的真心诚意,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 凌晨四点,月亮太阳都还没交班, 路口的早餐店已经先醒了。 梁家姐妹俩,一人熬汤,一人备料,工作很琐碎。 但是接下来出餐的速度就靠这些前置作业了。 有酸菜啊,然后大骨, 还有一些大肠、小肠跟猪肚骨。 不敢进入海的外面呢? 不敢。 都没进入海的外面呢? 有次都没有。 都没有,从开始营业到现在都没有,不成。 咖啡客人嘛。 时间接近五点,姐姐梁家萱钻进后头厨房, 站在大锅前准备炒面。 自制猪油,爆香青葱,红萝卜基本配料, 接着下油面拌炒。 外厂的妹妹梁家萱也加快手脚。 虽然表定时间是六点开店, 但是许多顾客看到灯亮了就跑进来吃面。 还不错吃啊,蛮好吃的啊。 那这个汤很好喝啊,有嚼劲吧? 有嚼劲。 不会像别家的一样, 不够够够这样有吗? 不会像别家这样是够够的, 吃久了会打。 炒面淋上辣椒酱, 是标准的台中人吃法。 汤里头有粉肠、小肠、猪肚、鸭血、酸菜、油豆腐, 香气逼人, 短面喝一碗汤。 汤还可以无限续碗, 把台北客人也迷住了。 我们台北, 他是从台北来,来三中碗。 台北来吃啊? 特别来吃啊? 不是啊,特别来吃啊,来就吃啊。 来就吃啊? 台北比较没有炒面啊? 对,没有啦, 这个汤还可以免费吃啊? 对对对,老板娘很好。 又那么年轻,又那么漂亮。 铜板价格就能享受丰盛古早味, 难怪店门口的人潮车潮没空过。 汤料不够了, 家萱又跑到后场清洗猪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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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肚。 就怕摊伤洗不干净,就算要破肚取肚,他也坚持自己动手。 当天的,然后回来自己吃,起先是会找不到,找不到头绪,不知道从哪里开始,就是会搞混,但是弄久了之后就好了。 所以肚子剪开是OK的。 对。 独称一家店,真的不容易啊,该做的,不敢做的,全都要做,包括挑肉去骨。 这个就是蔻辣吧? 对。 这个好吃就是要这样弄。 对,而且它当天现弄这样,吃起来就是很甜,很棒。 这个很刺,所以比较没什么人愿意剥。 几年前,两姐妹经营炒面摊才20出头。 顾客看到老板娘竟然是两个看起来涉事未深的小女生。 有的新生怀疑,还有的不付钱。 他看我们都是小孩这样,然后有时候吃饭就不给钱。 吃饭不给钱啊? 对。 然后要不然就会来闹。 对。 来闹。 还有要来骗钱的。 也是有个人说,就是没带钱。 没带钱? 对,没带钱。 然后她说我等一下回去拿。 然后可能就没有拿过来这样。 就再也不回来。 被骗了。 梁家爸爸早年做的是童装。 受到大环境少子化的冲击。 童装生意越来越难做,干脆转行做早点。 后来从小在父亲身边帮忙的两姐妹完成学业, 就负责分店的拓展。 总店很稳定,然后不需要我们在那里。 她想说出来试试看。 那一开始会有压力吗? 有,超大的压力。 不是,是被,就是,人家都会有点看笑话的心态吧。 为什么? 就是,人家会觉得说,我们这么年轻,然后出来做这种传统的东西, 我们又什么都不懂。 对。 很多客人都会,比如说在总店看到我们都会说, 那你现在是倒了。 妹妹比较,安静哦? 没有,其实她也很长。 姐妹,工作会不会偶尔会有健康的地方吗? 有时候也是会。 姐姐会很凶吗? 很凶啊,很凶啊,很凶啊,所以都不敢转上的啊。 对,所以她是立压制。 我们合作起来是比较,比较没有,就不需要去告诉对方说要多做什么或是怎么样。 就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了。 你很杀的眼神吗? 不是。 从小感情好得不得了,长大后一起创业更是默契十足,互相依靠。 七年级后段班做传统早餐店,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顾客的肯定。 有一些就是叔叔他们,就是叔叔阿伯就住这附近的,就每天都得来。 但有一天没有看到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,也会想要问他们。 因为他们都,就很像自己的叔叔阿伯,然后阿姨他们。 当客人就是,当他们就是跟我们说,很好吃了,就觉得满满的。 然后小时候,就是甚至还有客人小时候,我怎么这么小在那边摇汤,快包红包给我。 另外,帮父母分担佳绩,也是姐妹俩工作的最大动力。 把我们养那么大,是帮她赚钱应该的。 因为其实也都吃家里,住家里。 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本分在做,全力以赴。 尽管曾经被取笑,既然要卖炒面,何须念这么多书呢? 两家姐妹却能自信回答,拿起锅铲是为了传承,为了延续台中的古早味。 几年下来,这个答案已经让顾客们认同与佩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